第九章 插曲 谢允见她一点就透,便笑道 不错,不愧是甘堂先生的女儿 有我年轻时一半的机灵 周飞听了她这句不要脸的自夸 美好气地付飞道 你可真机灵,机灵地让人关在地底下两个多月 都快发芽了 她从乌烟瘴气里滚下来 滚了一身尘土 脸上灰一块白一块的 唯独睁大的眼睛又圆又亮 像一只花猫 谢允一看她的样子 就不由自主地想让她躲开这是非之地 能跑多远跑多远 至于自己的安危倒是没怎么放在心上 谢允冲她招招手,轻声道 听我说,你在这里且先忍那一天 等到虚实一刻 正好天黑,他们又要换班 你趁那手走 我给你指一条紧贴着牢房这边的路 山壁间石头多,好藏 被关起来的那些人看见你应该也不会声张 谢允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事无巨细地跟周飞说了此地地形 叫她在小孔对面的石壁上画出 有理解错的地方立刻纠正过来 当中被送饭的打断几次 外面不时传来南枪北调的怒骂声 有一阵子,谢允被温柔散影响 话说到一半突然没了声音 靠着身后的石壁一动不动 好像是晕过去了 周飞不由得有点心惊胆战 石洞里光线晦暗 照在人脸上 轻易便投下一大片阴影 也不知她是死是活 好在谢允没多久就自己醒过来了 脸色虽然又难看了几分 却还是软绵绵地跟对面的周飞道 活着呢 别忙着瞻仰遗体 刚才说到哪儿了 她不但讲了地形 还详细地告诉周飞什么路线最佳 以及一大堆避人耳目的小技巧 俨然是个偷鸡摸狗方面的高手 周飞用心计了 最后忍不住道 你不是一直被关在地下吗 这些都是怎么知道的 被他们关进来的时候看过一眼 谢允道 没看见的地方 是通过上面那些好汉 日日骂街推测的 周飞恍然大悟 原来他们并不是没事 消磨时间骂着玩 还能通过这种心照不宣的方式 传递消息 谢允往上瞄了一眼 透过细小的空隙露下来的光线 他对时辰做出了判断 对周飞说道 我看时间差不多了 你该准备了 他们敲帮子换帮 不难避开 你小心点 周飞是个比较靠谱的人 不忙着走 先回头把自己在墙上写写画画的痕迹 又细细看了一遍 确保自己都清楚了 才问谢允道 还有什么事吩咐我做的吗 谢允正色嘱咐道 你记着一件事 周飞料想他这样费劲吃力地谋划了一整天 肯定是有事要托自己办的 当下便痛快地一点头道 你尽管说 谢允道 你上去以后千万不要迟疑 立刻走 这些老江户坑门拐骗什么都经历过 自然能想得脱身的办法 你千万不要管闲事 回去不要多说 直接找你家长辈去货家要人 你放心 这个节骨眼上 霍连涛不会想得罪李大当家 肯定会想办法把你个全虚全影的还回去 周飞输得一愣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 追问道 然后呢 你们怎么办 良半 谢允不慌不忙地说道 我夜观天象 不日必有是非发生 你全当不知道这件事 要到人以后 尽快离开洞庭 周飞用一种奇异的目光打量着他 他下山不过数月 已经见识了人世间的摩肩接种 车水马龙 蓬薅遍地 名声多尖 见识了十恶不赦之徒 阴险狡诈之徒 厚颜无耻之徒 没想到在此时此地 还让他见识了一个佛光普照的大傻子 你瞪我干什么 谢允没骨头似的坐在墙角 有气无力地微笑道 我可是个有原则的人 我的原则就是 绝不支持小美人 去做危险的事 周飞迟疑道 但你 谢云打断他 这地方挺好的 我们兄弟四人有说有笑 再住上两个月都不寂寞 周飞随着他的话音四下 看了一眼 十分纳闷 哪里来的兄弟四人 便见谢云那丝 指了指上头 又指了指对面 最后用手指 在自己肩头按了一下 悠然道 素月 白骨 蓝山叶 还有我 周飞想 娘啊 此人病入膏肓 想必是好不了了 快去 记着大哥跟你说的话 谢云说道 对了 等将来我从这出去 你要是还没回家 我再去找你 还有个挺要紧的东西给你 什么 谢云十分温和地 看了他一眼 说道 上次我擅闯你们家 虽然是受人之托 但到底害你爹娘 分隔两地 还连累你折断了一把剑 回去想了想 一直觉得挺过意不去 那天在洗墨江 我看你用窄辈的长刀 似乎更顺手些 便回去替你打了一把 眼下没带在身上 回头拿给你 周飞心里一时间 忽然涌上说不出的滋味 他是不大会故隐自怜的 因为每一天都记得周一堂 临走时对他说的话 无时无刻 不再挖空心思的 想要更强大一点 他也很少能感觉到委屈 因为幼童跌倒的时候 只有得到过周围大人的细心抚慰 才知道自己这种遭遇 是值得同情与心疼的 才会学着生出委屈之心 但如果周围人都等闲视之 久而久之 他就会认为跌倒 只是走路的一部分而已 虽然有点疼 周飞什么都没说 拎起自己的长刀 镜子来到自己 掉下来的那个洞口 飞升而上 用手脚撑住两侧石壁 他仍瘦身轻 十分灵巧地 从逼着的小口爬了出去 外面微凉的夜风 灌顶式地卷进他的口鼻 周飞精神一震 心道 这可是树南从命 大当家没教过他临阵脱逃 再说了 就算逃出去 谁知道从这鬼地方 怎么原路返回 周飞作为一个 到了生地方 就不变南北的少女 早忘了自己的原路 是哪一条了 让他回去找王老夫人 难度就跟让他自己 溜达到精灵 抱着周以堂的大腿 哭诉他娘 虐待他差不多 他在石壁间的窄缝里 一动不动地等着 这回终于看清楚了 此地果然如谢云所说 是被山峰夹出来的 狭长谷地 两侧山岩上 掏了好多洞口 是两面相对而立的大监牢 好多牢房里都关了人 倒是没听见镣铐声 想必一天三顿的温柔伞 吃得大家都很温柔 不锁也没有力气越狱 周飞大致观察了一下地形 便开始全神贯注地 盯着自己的第一个目标 距离他七八丈远的地方 有个茅草顶棚的小亭子 是港哨交接用的 谢云说 交接的时候 先头的人经过小亭子撤走 后来的人要短暂地在周围巡视一圈 这片刻的功夫里 交接亭下是灯下黑 可以落脚 但是亭子里有油灯 它必须动作足够快 运气足够好 还要注意不要露出影子 虚实一刻 山间果然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帮子声 不轻不重 却传出了老远 守卫打了个哈欠 前去换班 火把如游龙似的 在狭长的山间流转 周飞就在这一瞬间闪身而出 他将自己的轻功发挥到了极致 夜色中 微风似的飞掠而过 在最后一个人离开小亭的刹那 钻了进去 距那岗哨不到一人的距离 可惜 他轻功虽然过得去 却远没有达到风过无痕的地步 周飞落地的一瞬间 悬挂在一侧的油灯 被他卷过来的风带得晃了一下 灯火随之闪烁 周飞当机立断 脚尖方才落地 便直接借力一点 毫不迟疑地掠上了茅屋顶棚 四肢扒住了几根梁柱 整个人与地面平行地卡在茅屋顶上 这一下好悬 他才刚上去 离开的岗哨就非常敏锐地回了一下头 瞇着眼打量着微微晃动的火苗 又疑惑地往回走了几步 围着亭子转了一圈 周飞一口气憋得胸口生疼 人已经紧张到了极致 单薄的手背上青筋一根一根地凸了出来 后背竟然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他微微闭了一下眼 全神贯注地想象一整张千击线织成的大王铺天盖地地向他压过来 漆黑的江面上满是点点寒光的场景 心里那一点担惊受怕 立刻训练有素地转成了战力的兴奋 这是他自创的小窍门 每次被千击线逼得走投无路 满心惊恐畏惧的时候 他都强迫自己想象一条长长的台阶 另一头通到一座大山的山巅 然后说服自己 只要他能穿过这片千击线 就能艰难地再爬上一个台阶 眼睛一闭一睁 周匪的目光便平静了下来 那岗哨回到小亭里 伸手拨了一下灯心 周匪居高临下地盯着他的大好头颈 心里盘算着 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悄无声息地宰了这个人 如果失败呢 如果被人发现 他镇定地思存道 那我就杀出去 杀不动了再说 就在这时 不远处有人叫道 假喽 你磨蹭什么呢 那岗哨不耐烦地回道 催什么 说完 他放下油灯走了 终于还是没往上看 周匪缓缓吐出口气 心里莫数了三下 方才的岗哨走出几步 本能地回了一次头 什么都没发现 这才确定自己是疑神疑鬼 摇摇头转身走了 带他彻底走开 周匪才从亭子一脚溜下来 往港哨亭里扫了一眼 见油灯下的小桌上有一壶茶 还有一笼白面馒头 用白布闷着热气 那港哨大概是想等回来的时候加个餐 周匪饿了一天 见着混账东西倒挺会享受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果断摸了两个巴掌一般大的馒头 顺走了 按照谢云给他规划的路线 周匪要穿过石牢附近 错综复杂的小通道 小通道上天然的石块与遮挡 能帮他隐藏行击 偶尔不小心跟被关在里头的英雄们 打个照面 也果然如谢云所说 牢里的人一见他 就知道是偷偷前进来的人 不但没有声张 有些还会偷偷给他指路 谢云的本意是叫他穿过石牢区 那里有一条上山的小路 可以直接出去 周匪却没打算跑 他出来的时候就借着谢云指的路 擅自定了另一个计划 他的目标是石牢后面的马圈 这些蒙面人大约没少干节道的事 很多过路人都被抢了马匹财物 没来得及运走的马 就先圈在后山一块地方养着 马棚多甘草 夜间风又大 正适合放火 周匪打算放火放马 最好把这山间黑牢搅成一锅粥 然后去找厨房 谢云不愿意让他掺和进来 因此没告诉他温柔散的解药长什么样 但周匪寻思 既然是下在食物里的 显然是经厨房统一调制 厨房有厨子 杂役 送饭的 港哨等等 人来人往不可能万物一失 时间长了准会有自己人务实 所以他们八成有备用的解药 过去抓个厨子逼问一通 顺利的话也许能弄来解药 周匪思路十分清晰 他来到最靠边的一间牢房前 盯着不远处的马圈 提刀在手 深吸一口气 立刻打算行动 然而就在这时 身后寂静无声的石牢里 突然伸出了一只手 一把按住了他的肩头 周匪心里咯噔一声 差点直接把刀拔出来 然而下一刻 他耳根轻轻一动 听见不远处传来一阵非常轻的 衣服吸缩身 来人脚步太轻了 要不是他不想掩盖行踪 周匪是察觉不到他存在的 他本以为 漫山的岗哨都和自己半斤八两 没想到角落里居然还藏着高手 就在周匪开始担心 自己会不会泄露行击的时候 他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 要断气势的咳嗽声 按在他肩上的手 随着主人这一阵咳嗽 不由自主地往下压了压 似乎是那人连站都站不稳 将他当成了一个人形俯首 周匪小心翼翼地回过头去 只见这个最里面的黑牢里 关着一个行销鼓励的中年男子 他整个人方才藏在阴影下 又无声无息 以至于他完全没察觉到 这里还有个活物 这人两病斑白 衣着不衣 肩背虽然不妥 但也不怎么直 一脸轻苦落魄 像个人形的穷 那人对周匪轻轻地摇摇头 没来得及说什么 随即又是一阵 撕心裂肺的咳嗽 听得周匪胸口一阵发闷 差点要跟他一起喘不上气来 不远处的人好像顿了顿 大概是不想靠近这个劳病鬼 他嫌弃又厌恶地 嘀嘀了一声 转到往远处去了 那中年人这才放开周匪 按着自己的胸口 靠在旁边休息 气息十分微弱 周匪迟疑了一下 没有立刻走 小声说道 多谢 前辈你没事吧 中年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周匪对上他的目光 心里没来由地一惊 那是一双浑浊的 有些死气沉沉的眼睛 看过来的时候叫人心头 无端一紧 只听那人淡淡地说道 哪里来的小丫头 好大的胆子 四十八寨中 影视高手无数 不少人像王老夫人一样 看起来只是个再寻常不过的 老翁老太 却说不定有一手神鬼莫测的功夫 周匪见识不多 出了门不知道柴米油盐是怎么卖的 唯独见过的高手 多得数不过来 可是那些寨中长辈 包括李大当家在内 没有一个人像眼前的中年人一样 给他一种说不出的压力 哪怕他看起来比周以堂还要虚 周匪不由地带了几分谨慎 小心地回道 我家中有一兄长 独自外出的时候被他们捉去了 不得已来寻 打扰前辈了 中年人合着眼 又道 哦 尸臣何处 他这话可谓十分无礼 带着些许发号施令惯了的居高临下 态度却又十分理所当然 让人觉得他好像天生 就该这样说话一样 周匪犹豫了一下 他一个人的时候 颇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傲慢气 然而涉及家里 全身沉睡得谨慎小心 便齐刷刷地苏醒了 他不知眼前这个人是什么来路 又深知自己没什么经验 恐怕给四十八寨找事 便只好半藏半路道 家里留着些祖上传下来的功夫 爹娘随便传自己胡乱练 强身健体而已 我们家里人丁稀少 总共三口人 并两个亲戚家的兄弟姊妹 谈不上正经门派 那中年人 嗯 勒一声 也不知道信了没有 反正是对他失去了兴趣 摆摆手示意他可以滚蛋了 周匪其实不太爱搭理陌生人 但瞧见这人憔悴的样子 不知怎的想起了周以堂 在地洞里 他听谢允三言两语便扫过千军万马 脸上虽然没表露什么 心里却不由得欺上拔下 一时担心他爹四处奔波 没人照顾 一时又觉得 他既然那么威风凛凛 名医与侍从一定多得很 走了这几年 连一点阴性都没有传回过债里 怕是要忘了他们母女了 此时 他种种复杂地担心 不由自主地移情到面前的中年人身上 忍不住问道 前辈是病了吗 那中年人似乎没料到 他会主动跟自己搭话 微微愣了愣 才简短地说道 一点旧伤 周匪哦 了一声 想了想 取了个馒头 从牢门的缝隙里递了进去 中年人看了一眼那馒头 神色有几分奇异地打量着他 这是我从港哨庭顺来的 周匪解释道 他们自己吃的 没毒 我看那些食物里的药很伤人 前辈既然有伤 能少吃一点是一点吧 那中年人伸手接过 拿着还有些余温的馒头 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了两遍 好像这辈子没见过馒头 长什么样似的 而后他也不道谢 只是淡淡地问道 你方才说的兄长 被他们过哪儿了 周匪茫然地摇摇头 中年人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那你就敢乱闯 你可知此地主人是谁 谢允说是一些不大体面的江湖朋友 他大概想到就算他说了 他也不见得知道 于是略去了 中年人道 活人死人山 你总听过吧 他似乎有点不耐烦 本以为提点两句就够了 谁知周匪的神色仿佛愈加茫然了 中年人皱起眉来 冷冷地说道 没断奶的小崽子 怎么也出来四处走动 你家果然是没人了 周匪有点不悦 然而随即想起来 家里人丁稀少 这话是他自己瞎说的 只好短暂地把火按回去 同时好奇此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怎么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不会说人话 活人死人山上 无数妖魔鬼怪 上有四个主位 大言不惭 以四象冠名 是一群天下文明的脚屎棍 手段狠辣 喜怒无常 一度闹得腥风血雨 乃臭名昭著的黑道 后来那兄弟四人自己狗咬狗 闹了一场内讧 恰逢南北对峙 两头都想剿灭他们 这才分崩离析 其中朱雀一只落在了岳阳附近 这伙人无法无天的时候 结仇遍天下 如今龟缩此地 也知道不宜抛头露面 便各取所需地 依附了货家 周匪恍然大悟道 哦 不过哦完了 他也只是大概明白了 这帮蒙面人 为什么干龌龊事 这么得心应手 没有太多其他感触 毕竟他没有亲眼见过 这些妖魔鬼怪的真身 而且要说起黑道来 四十八寨这种奉旨为匪的 也白不到哪里去 中年人瞄了他一眼 朱雀主名叫穆小桥 当年因为一些小菊雨 独自一人上泰山 一炷香时间内 挑了泰山派三大长老 镇断了掌门三根肋骨 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把破开掌门独子的胸口 抓出了一颗活蹦乱跳的心 置在地上全身而退 周肥这回睁大了眼睛 泰山派他是知道的 四十八寨中的千中一系 便是从那边牵过来的 他们掌门急推崇泰山十八路 设计掌法 据说千中的开山祖师 就曾经是泰山弟子 后来将掌法融入长脊中 才自创了这一系 中年人见着孤陋寡闻的小丫头 总算被唬住了 这才有些尖酸地笑了一下 总算说出了一个你知道的门派 小得厉害就好 算你运气好 现在知道了 快滚吧 谁知被唬住的周肥心道 原来这么厉害 那方才闹个天翻地覆的计划 是行不通了 我还是得小心点 不如先悄悄地去寻解药 多放出点帮手来再说 他便对这中年人说道 多谢前辈指点 说完 周肥轻巧地从石牢门口一跃而下 两三个起落 就朝马卷后面的一排房屋去了 那中年人猝然睁眼 见他居然丝毫不理会自己的劝告 执意找死 便面色阴郁地注视着周肥离开的方向 低声道 不知天高地厚 这时 一道影子从方才周肥站的地方溜了下来 落在石牢门口 才看出这道影子竟然是个人 他裹着一身黑 贴在山岩石壁间 和真正的影子没有一点区别 黑衣人恭恭敬敬地单膝跪地 等着那石牢中的中年人吩咐 没事 中年人淡淡地说道 一点小插曲 不影响 我只想知道 你确定朱雀今夜在此山中吗 黑衣人张开嘴说了句什么 分明没有说出声音来 石牢里的中年人却好像听见了 他滴滴地笑了一声 很好 不枉我酒后 去吧 按原计划来 杀了穆小桥 霍连涛不足挂齿 黑衣人一低头 似乎应了一声 是 眨眼间 便又画成了一道影子 壁虎式地贴着山壁 已经攀上了树尺 就在这时 石牢里的中年人却忽然又道 慢着 黑衣人闻声 温顺地溜回牢门口 等着听吩咐 只见那牢病鬼似的中年人 掰了一块馒头 十分不信任地凑在鼻尖 仔细闻了一遍 又抿了一点渣 反复确认确实没毒 才吃了一小口 他吃东西的样子极其严肃 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在做什么艰难的抉择 好不容易把这一块馒头咽下去 中年人才低声说道 方才那个小丫头 倘若见到了 且留她一命 见不到就算了 看她运气吧 周匪全然不知道 平静的山谷中 正酝酿着什么 他耐着性子 小心搜寻了小半个时辰 终于跟着几个杂役 找到了后厨的地盘 知道了此地的凶险之后 他对后厨中 看似普通的杂役 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使出浑身解数 跟上了一个矮蹲蹲的胖厨子 那厨子大约是夜间饿了 想给自己做点宵夜 又不想给人看见 便吃退了小学徒与其他杂役 独自来的火房 周匪不错眼珠地盯着 她的一呼一吸 一举一动 下意识地模仿着那厨子 走路的节奏 就在那胖厨子 推开火房木门的一瞬间 周匪骤然发难 只听 噗一声 那胖厨子连坑都没坑一声 喉咙处已经多了个洞 周匪点点点点 说好的妖魔鬼怪窝呢 刚才那个病歪歪的大伯 是吓唬人玩的吗